阿玫奕 李慧晗 接下来下一组是 下一组是Jeff 请准备 然后还有韦婷的阿玫族盟 结束下一个报告的 我是雨昌也是这边的报告人 我就来报告我今天的成果 首先这是唐鳳做了什么的成果报告 其实我们有把它拍下来 就是感谢雨婷的帮忙把它拍下来 一共3.73G然后什么都看不到 所以看到的人就不要誤會啦 我要先立即揭露一下 我現在是在唐豐政委辦公室工作 然後施改會跟當場會已經辭掉了 之前聽過其實蠻多業力引爆的故事 所以就決定以記者魂就燃燒起來了 就決定去賭麥 去賭賭看他到底會怎麼回答 所以才會有今天這一場 其實我也很疑惑成果報告的成果報告 到底要說什麼 所以只好數數大致 就是把大家可能會關心的東西再講一次 所以這是唐豐自己的認知 就是他不希望東西直接一直卡在他身上 可以丟下去 然後已經有什麼救贏要點 所以可以避免不會不斷的推東西 然後改善政府資訊標案 讓政府裡面的公務人員可以看到 有各種工具可以使用 讓他們從直覺感覺到民粹 到可以思考何時可以使用這些工具 以及讓他們知道這是安全的 可以安心的去做 然後也已經曾經導入過敏捷開發到政府的標案裡面 所以已經有了敏捷標案的 template 在國發會的網站上 以及預計在明年的六月 會開始建立各個領域的欄位可以一致性 然後在Open API的部分 也是在明年的六月也會導入 那接下來開放資料的品質 在明年的十二月會導入 那所以重點就是內外的資訊其實需要sync 那接下來大家的批評才會到位 那很多理念都很棒 像是數位治理這些東西 需要大家一起討論該怎麼實作 那也歡迎大家繼續監督批判 然後有什麼想要問的問題都可以跟我講 我繼續持續地去賭麥 然後避免大家定義不清的問題 大概是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